去年娱乐圈的金童玉女潘岳明和董杰被爆情变 对于具体原因外界众说纷纭 一说是因为潘岳明适度成性不顾家庭 另一说是董杰拍摄 请你原谅我时搭上男星王大志 两人还一度闹上法庭争夺儿子的抚养权 展开隔空骂战 就连王大志也被网友人肉搜索出 与妻子尚未离婚 更有劲爆海口亲吻们在网上传的沸沸扬扬 近许久未发生的潘岳明 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段许微的难忘的一天中的伤感歌词 阳光真温暖一直照进我心里 往事已遥远一年又一年 那是我难忘的一天 在隐忍和冲动之间 看着你渐渐的远去消失人海中 并配上一张胡子拉叉的黑白照片 沧桑感十足 此文一出被悉心的网友发现 4月19日正是董杰的生日 不知其为何发死微博的网友好奇猜测 有说潘岳明在此时发表这样的离仇心剧 有可能会为今年不能再陪伴一人过生日而怅然若失 也有说潘岳明有可能在董杰生日当天 发现了妻子的出轨端倪 因此千头万绪涌上心头 生发出许多感触